第一個當然我們剛剛做的先把那個Visual Studio 那我這邊是2017 2015其實都一樣 那實際上我們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利用那個Visual Studio 它這個版本最新的2017 輸出APK檔 那要怎麼樣可以幫我取得這個APK檔 那之前我們是 把它丟到那個FoneGap網站上面 那個FoneGap網站其實也可以轉 只是說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我剛剛講的 只要是對外連結部分 它通通都會失效 所以包含什麼意見回復 還有就是說我如果把什麼 把那個 我們1.0的版本轉換成那個1. 轉換成那個 這個 1.45的版本的時候那就會失效 所以該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我們剛剛講了 你如果安裝完這個Visual Studio 2017之後 把它改一下好了 2017好了 反正畫面基本上都一樣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檔案裡面新增一個專案 那專案部分的話呢 我們選擇是 用剛剛預設的 因為我們就裝一個 JavaScript 裡面的這個空白的 然後名稱的話呢 也許你把它取名叫 206 這個106 我把 那個因為這個是 之前也有 106 裡面的部分有這樣做 那位置的話建議是把它放在 低疊底下 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東西全部拖拉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Triple Dive 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 等一下如果你們做完之後 你就新增一個專案把 你之前做好的東西 全部丟進來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 特別注意 就是說呢 我們要執行的時候 那 記得呢 因為它這個執行 的 部分 比較特殊 可能比較容易 發生錯誤在這裡 它底下 還有一些什麼 在瀏覽器中 瀏覽 那它分成這些啦 不過 你如果真的要 把 這一個專案 變成一個APK的話 變成一個所謂的APK的話 那一定 不 不能用那個 下面這些 因為這些的話呢 其實只是會 畫面上看到 但是不會真的幫你打包成APK 你必須使用 這個兩個 模擬器 在Google模擬器裡面 當然你手機平板 其實都可以 那把它輸出之後的話 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輸出之後 它就會 當然如果你有個模擬器的話 它會把這個 把你最後的結果丟到模擬器 讓你顯示 可以看得到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取得APK檔的話 那你可以在哪個地方找到 在這個什麼呢 在你的專案名稱 底下有一個 BIN 的目錄 底下有個 Android Debug 裡面就會有 這兩個 檔案 那這兩個檔案呢 你只要什麼 把它call出來 那其實直接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一般是 抓 第一個這個 那只要把這個 裡面的檔案 抓出來之後 重新命名一下 也許你那個名稱叫206APP 那把這個名稱改成 206APP就可以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 實際上這個 大家順便講 這個主要是 這個是什麼 它沒有簽署的 跟有簽署的 這個是有簽署的 那所謂簽署就是 如果你要上架到 Play商店之前 你必須要簽署什麼 製作 智慧財產權 是歸屬於誰 比如說你嘛 你要把你的名字 還有你的email 信箱 還有你的相關資料 都簽署到 這個APK 表示這是你的智慧財產 但是如果你沒有 沒有簽署的話 那這邊就 沒有簽署 表示說 你即便做出來 你丟 丟上去Play商店 當然也就 認不得這個是誰做的啦 所以他當然不接受 所以通常呢 將來做完 如果你要上架的話 恐怕你還要先 簽署一些資料 在那個APK 才能夠上架 但上架流程 還蠻多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點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取得 APK了 不過 這個地方可能 還要再等一下 所以請各位 也許 再把這個地方 稍微做一下 那 模擬器設置 當然還是有一點 複雜 主要是 這個可能 將來執行的時候 等一下再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因為 是不是 好像有點怪怪的 他一直出現這個錯誤 這個可能要再找一下 會不會是因為 一定要重新啟動 才能 才能夠 做那個 連結 所以這個等一下再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地方 你把它執行出去 執行完之後 那你要怎麼去找到那個APK 其實 只要到你的專案 特別注意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找到你的專案放的位置 不過專案怎麼樣找到會比較簡單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 在這個專案上方 按右鍵 他會有一個 在 檔案總管 中 開啟資料夾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也可以找到 你現在這個專案 他 到底放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直接按右鍵 在檔案總管中 開啟資料夾 那你可以在哪個地方找到你的APK呢 其實找到那個第一個資料夾 BIN OK 並裡面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 不同的版本 剛剛我們這邊是 Android的話 那就Android裡面的 它會有一個Debug 那你把這個Debug裡面 可以看到 他如果說在模擬器當中輸出 不管他有沒有成功 如果 即便是失敗 他也 會幫你把 那個APK 就放在這邊 那會有 兩個啦 那其實你只要抓 其中一個 其實兩個 因為都沒有簽署啦 所以你抓哪一個 都一樣 都可以 那我就抓第一個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 實際上這個就是我們最後要的 你可以把這個怎麼樣 重新命名 206 APP這樣子 那將來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 206APP 再把它安裝到你的手機就可以了 那怎麼裝會比較簡單 但之前那個Fonegap有一個QR Code 對不對 那 這個地方 他們有QR Code 不過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丟到你的 雲端上面 有沒有 那丟到你雲端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怎麼樣呢 在雲端上面 假如說我們把它丟到雲端上面之後 比如說我把它丟到雲端上面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利用那個雲端 這邊 再 按右鍵 也許你可以分享 比如說這邊丟上來 按右鍵 這邊有個共用 那共用之後呢 他當然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開啟連結 那你這邊有個連結 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 這麼長的連結 按右鍵 複製一下 再到 GOO.GL 怎麼樣呢 把它縮短網址 並且產生QR Code 那比如說我希望呢 我也能夠很方便安裝的話 那我就到 GOO.GL 把剛剛那個 很長的網址 比如說我丟上去之後呢 這邊一樣喔 記得丟上去的那個 這個東西 APK檔 按右鍵 把它共用 共用之後產生一個 網址之後縮短之後 SHUTEN UL 那一樣啦 他會有網址 我們主要是希望有個 QR Code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 產生一個QR Code 那所以你也可以 利用這個怎麼樣 產生的QR Code呢 讓人家去掃描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用這個QR Code 做掃描的動作 那他一樣可以幫你安裝到 你的手機裡面 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如果你們 掃這個QR Code 應該也可以 看到那個 我剛剛放上去的 206 APP 那另外當然還有其他方法 像我自己習慣喔 除了說可以丟到雲端上面 產生QR Code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說 乾脆呢 直接用那個 Email的方式 自己寄給自己 那因為你收到 Mail 應該手機本身呢 也可以 會收到一個 像Gmail的訊息 那我就再把裡面的 附加檔 因為我把它放到附加檔 再利用附加檔的方式把它裝在 自己的手機裡面 所以當然安裝的方式非常多啦 不過呢 最後呢 當然我會希望說 比較有 比較多元的方式 可以做安裝 那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你們再試試看 因為這個環境可能安裝要需要一點時間 第二個 因為最後可能還是需要 會 需要啟動 所以 你們再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就把那個APK產生 最後繳交的話 就是繳交 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APK檔 那這個APK檔之外的話 再把你那個 你們 這個 這個 網站的部分 所以會有兩個檔 一個是 這個 這個的壓縮檔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壓縮檔 繳交 所以未來 在下 下下禮拜 我們下下禮拜要交給我 第一個是 一個 壓縮檔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APK 交給我 所以會有 一個 APK 這個是第二個 另外的話 我還有講到 就是說 還有一個那個 簡報檔 那個簡報檔的話 就是把你最後完成的畫面 也許你做個簡單的拍照 然後敘述一下 你那個 畫面上面呢 到底你完成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所以 最後 繳交 期末 作業 需要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一個 ZIP的壓縮檔 第二個是APK 那第三個就是一個 PPT OK 這樣應該 有沒有問題 會有三個東西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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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